你好 你好 三九七六年 一位 是不是 贊同认的哦 真的吗 对 而且其实他们 他在我面前是更偶尔 这么多人都还好 这么多人都还好 要什么 要什么 一起聊 一起聊 没有啦 我们再聊一句 我吃什么 对啊 等一下赖子 其实不是 他们刚才是说 你上班的时候 每次看他们眼神 都很痠 而且觉得你都会 他们不OK 都做不好 我还都OK 怎么会 人前一个样 人后一个样 心机真重啊 真的 你好好 上班上班讲这么小话啊 你啊 心机怎么这么重啊 这个都是在职场上面 会遇到的好不好 怎么会有职场那个痘 对不对 真的 对啊 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是不是 职场就是江湖 我们今天还要来聊聊 我们的职场 职场的江湖 水到底有多深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真的 我觉得职场上面 遇到这种 我觉得不是职场 有时在学校也会有 学校也会有 就是头 我觉得只要群体 就会有这样的状况 但是我觉得今天有 今天有个状况怪怪的 就是我们左上有这位先生 你确定是这样吗 对 要不然他平常练那么练 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展现身材啊 男人就有什么 不一样啊 男人不一样啊 可是我还要 他也说对他旁边 我要流鼻血了 如果像这种状况 若是女生的话 是不是就会再... 就像是白善雨一些女同事 裙子喜欢穿那么短 然后我们就会觉得 你干嘛 我们是来上班 你以为我们是干嘛 对 所以很多上班族 很多是双面人 对很多 所以你们要不要在职场上面 也遇到这种双面人呢 哈尼 有 一定会有 真的 谁把他讲出来名字啊 而且我觉得刚刚你们演的 就是真的很正确的 就是很真实 因为像... 你说内容真实 还是演的状况真实 都是... 像比如说真的 我们WTO前面会是一个公司的话 像刚刚比如说 我们讲到他的衣服那些 聊完之后 可能我们几个人说 我们刚刚他们演的 等一下 开个裙子 开个蓝裙子 我们自己聊 没有他 只有你们 所以今天我们这样上班的时候 我们今天录这一集的人 可能录完之后 我们等一下开个裙子 我们再聊 然后聊的时候 发现某一个人是 在这个裙子里面也有 那个裙子里面有 都有 所以他开始这边 听完的东西 你知道吗 有一个人 其实我听到的 某一个人就是觉得 你有点不OK 哈尼 你的手机就有看什么 没有 没有在一个情组里面 我要检查 你们现场的1234567 位新住民里面 在WTO里面 有超过三个群组的举手 真的有 你们这几招 是来台湾才学的吗 你们会觉得台湾人 真的很爱开群组吗 如果会的话举圈 不会的话举叉 主动什么爱 就举叉 你们应该都来台湾学的吧 台湾人 你觉得还好 因为跟日本比 真的 还是他们是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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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都没有这样去组 那是被讨论的 没有 比较单纯 我们先问 林杉好了 台湾人真的太开群组了 一般的群组是怎么划分的呢 比如说群组太多了 太大了 就是够用的群 对不对 但是小群的话呢 基本上是以五到六个人 为一个群体 太多的话也不行 太多的话里面可能会有叛徒 对 然后都间谍 有内线 而且有些人 比如说七八个以上的话 有一两个肯定说话说不到一起去 所以一般的人数差不多是四到六 就是五六个人最合适的 比如说我们就是那个 周末录影对不对 但在公司里面不是这样 公司是天天见面的 对 然后天天见面就会有天天很多八卦 然后群组就会很多 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传错群组 然后LINE可以收回吧 不管你多久都可以收回 但是微却的收不回 他只有两分钟之内可以撤回 对超过时间都没办法 对两分钟之后就撤不回了 就是有很夸张的 就比如说一个男生对那个下属 女生说 你晚上可以跟你老公在一起 但是你千万不要跟他发生关系 因为你的身体是属于我的 你要记得你的身体是属于我的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 不是很秘密 他发在群组里 对发在群组里 这样的话因为这两分钟 真的忘记撤回 就所有的人都知道了 然后这个就是变成就是 户外情小三 然后结果这两个人 就是一起被开除了 就是很严重 所以群组一定要小心 而且LINE的群组 头像很多都一样 对千万不能这样 而且头几个字 绝对不能都一样 对 不然你会去错群组 对 群组的名字不能一样 前面有时候你会看前面几个字 就是这个 所以那个真的有时候慌 为什么会按错 所以你一定要小心 所以要发出去之前 都要三思 对 仔细想一下是什么 所以那真的很可怕 天妮你不觉得台湾人 很爱社群组吗 就是我刚才是觉得 应该不会的 但是现在听人家讲 就是比如说 他有六个群组 你猜我有几个 LINE群组 LINE群组 你一个都没有 所以应该就可能就是 我们男生比较天真 就是不会意识到 男生超级多 骯髒的群组 男生超级多 男生超级多 骯髒的群组 而且会有很多资料夹 例如什么 我昨天去夜店 然后把什么 谁哪个朋友之类的 超级会分享 不然新闻怎么会有 那个大奶妹在那边 卖的群组 对 他们超级多骯髒的 那都是男生群组 看出来的 哪有几个骯髒群组 多了 真的可以 我起码有三个群组 那三个群组 里面有很多是金曲歌王 有金曲都有 有男艺人有群组 是要认证才能进去的 对 有这种东西 有男艺人有个群组 是一定要认证才进得去 被认证 所以我们手机千万不能掉 恐怖 精彩 所以你觉得是女生会 男生其实不太会这样 对 或者说 如果会 不会在电视节目上讲 你应该就是后面这个吧 像你是不讲的 不是我 我像是其他男生在外面 对 杰妮 我比较简单一点 我很爱听八卦的 你是有六个群组 我很爱听八卦 听到我就会觉得很兴奋 因为我觉得 听八卦是人的天性 你有好奇心 那讲的故事 你会觉得虽然无关痛痒 不关自己的事 可是我想知道 来龙去脉 为什么会这样 可是听完之后 会忘记 因为又很快有新的 对 所以一起听 可是我觉得 如果是在上班的地方 一直讲八卦 而且不是用嘴巴 用赖 我就觉得很烦人 可是不过呢 如果有人是 讲是非跟八卦 是两回事 听八卦就是可能有趣的 有的没的 没关系 可是讲是非就不一样了 如果在公司上面 讲是非 而且如果是我听到 例如像拖爷讲我是非 我就会笑笑地问他 干嘛 讲我是不是 想要他停止 对 让他知道 我知道你在讲我 就是我的前台 其实是这样了 你不要再讲了 可是会就笑笑地 所以我觉得 其实讲到一个重点 我们加入群组 不是要包括别人 我们是要了解 我们该怎么做人 对 所以那里面 就会讲一些 我们受不了的事情 所以你们觉得 台湾执场上有什么 是我们做一些 真的很受不了的事情 就是你们觉得 没办法 看不下去 Nico 我的话就是 常常被针对啦 谁针对 谁针对 我真的是 都被被主管针对 就是之前 我们在一个餐厅上班 然后这个餐厅 就是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一起喊说 欢迎光临 什么什么店 这样子 然后 因为我们上班很忙 然后他就是 经理会一直反映说 我们都喊不够大声 他就有一天就说 好 今天我们要 所有女生投票 喊最小声的 要来刷马桶 不是刷马桶 刷垃圾桶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OK好 我就很认真喊 好 这一天下来 叫每个人写纸条 然后经理打开来 她就说OK好 今天第一名是 谁谁谁 然后突然间就说 第二名Nicole 可是她从大尾都没有 她说讲第二名 她从大尾只有讲一个人 可是她就是想要 我去刷垃圾桶 所以她就故意 再看一个人说 第二名是Nicole 去刷垃圾桶 然后我就直接 我就直接在她面前讲说 你黑箱作业 你开票出来看吗 然后她就是说 你怎么知道我丢掉了 然后她就故意 就是不开票给我看 所以我都不刷 那个垃圾桶 结果大家都笑笑的 以为我在开玩笑 可是我很认真 然后隔一天 她又是这个经理 她就跟另外一个经理说 就隔一天要 直办的经理讲说 要记得提醒Nicole 要去刷垃圾桶 就是故意就会针对我 有一次这个也是 为了我特别 多了一个规定 就是公司多一个规定 就是我们有穿制服嘛 然后我们下班的时候 就几个女生一起下班 然后我们制服 我们会外面套一件衣服 然后出去喝一杯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去跳舞跳 就跳得很热 然后发现每个人 每个女生就有共同 就是做同一件事情 就是里面还穿着制服 然后就跳得很热 我们就全部把上衣都脱掉 就只剩制服这样子 然后呢 就有人 我以为是全脱了 没有啦 就是剩下制服在那边跳舞 然后有PO到线洞上面 然后主管看到了 隔一天直接在我们更衣室的 镜子贴一个规定 说不可以穿着我们的制服在外面 因为我们会毁损公司形象 可是重点是 我们公司有卖我们的制服 给客人可以买 可以现场穿 所以我就觉得 他是故意要针对我开个 那他就分不出是店员还是客人 所以他故意做了这个规定 就是为了要针对我 说会处罚我们会罚钱这样子 就故意要吓我们 对啊 这个公司就特别针对我了 真的很可怜 因为你还创了一个 你为了我特别 创了一个规定 真的 真的很扯 真的 比这个更严重 我遇到过一个类似的问题 我这边也要交各个公司 如果说有老板看哪个员工不顺眼的话 这一招其实可以用 怎么用呢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 我的上级 然后对我很好 然后呢 有一个月 大概是在月中上旬的时候 他出了一个规定 比如说 呃这个月上班 不可以迟到 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有KPI 那这个月上班 如果迟到的话 可能你的 比如说假设好 扣五百块 那如果说你这个月 请假超过三天的话 那你的KPI 可能就会 就会再调集 然后他是在中 月中的时候 出了这个规定 然后呢就说 那我们从这个月开始执行 月中出的哦 因为他出了这个主意之后 这个规定之后 没有人请假了嘛 那我就刚好在规定之前 我请了三天假 然后KPI就倒数 就最后 OK 那在第二个月的时候 他有规定说 KPI最后的话 那就我本来是A港 然后KPI最后一名的话 就调到B港 然后我调过去 之后的那一个月 这个规定就没有了 就取消 哦 这是针对你的意思 对 这是针对我 然后我想说 那这个是公司规定 你没有办法说No 他随时开始 说开始或者说结束的话 都是主管老板说的对 你来处理第二个人 有这么多方法 对 然后后来我就说 那OK 我就离职了 过了很多年哦 很多年之后 就是我要再回去 就是跟老同事吃饭的时候 我觉得你在针对我 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 我离开的话 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是 然后就回去跟老同事吃饭 他就说那凌晨来了 我们要不要一起去吃饭之类的 然后这个针对我这个人 还在那家公司 他说那不要不要了 我今天有事 就是故意找个理由 就是闪 他连看到我的勇气都没有 就是我已经觉得这件事情 无所谓啦 反正我出去 在其他公司 也可以活得很好 但是他到 直至那个后来 很多年之后 他还没有办法面对我 所以他内心 其实应该是 觉得这件事情做得 是太恶劣了 对 所以你两个心也过意不去 对 我觉得你们两个心 可能在部门里 都是算最漂亮的 太漂亮了 对啦 一定是这样的 我又有这个困扰 你就是太漂亮了 你觉得女生的外表 会影响他 但是这不是 这不是我们能决定 这是天生的 我们也不是要骄傲 但就是没有办法改变 我不可能为你们忌妒 陷害我们毁容嘛 但有个心态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 如果这里留不住 你就去找下一个地方 真的 天会收那些人 一定会 他们早晚会有报应 因为他们有一定会被别人针对 可能太醜被人家针对 我可以聊天好通 我开心 那天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职场 在台湾有什么问题 有 我最无法理解的就是说 我出来台湾的时候 我是来工作 然后当时会发现很多同事 每天晚上会拖到晚上十点十一点 才下班回家 这个命运就是要给老板看 但是你如果白天去观察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整天一直在滑手机 所以我最无法理解的就是 你如果 为什么不要就是白天 努力一点 专心一点 这样下午五点六点 就可以回家 跟家人一起吃饭 我真的无法理解 菜鸟才会做这个 老鸟不会 真的 对 菜鸟要表现自己 才会那边加班 你真的有料的人 你其实你这个上班 时间已经做完了 干嘛加班 给谁看 而且他知道生存之道是什么 你除了内容讲得好 表情也真到位 对 他今天整个造型就是很专业 他就是一个老板娘 真的 是我们今天的导师 老师 好 你好 好 那法医生 你受不了什么事情 很多 那也简单的 在公司里面都会 如果你没有能力 你都会要做这种动作 加班 另外的是什么 派马匹 在台湾很严重 这个是蛮严重的 因为我不会 我是很直接的人 如果今天 我没有把我工作完成 我会留很晚 我可能要下班六点 但是如果工作完成 我四点就说 跟老板讲我走了回家 可是公司说 可是公司说六点才能打卡 我不要 我四点要回家 你要请这种员工吗 他把这礼拜都做完 你还可以回家 我完成 我可以回家 因为我知道我的能力跟价值 老板知道我的价值到哪里 所以他会无所谓 有一次 他去剪头发 他剪的妹妹头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子跟这样子 他一百七十多公分 他剪这个头 然后他的个性那么强 所以我就走进去 他就说 Oh my God 你看我头发 有没有很可爱 我看他 我说What the fuck 我就没有 我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我说No 你在做什么 他说蛤 我说不行 然后我旁边站一个同事 那我很喜欢这个同事 台湾人 但是台湾人 他说我也觉得很可爱 我把你 我没有办法接受 我说 因为真的不可爱 你开玩笑嘛 讲书话 你不用开这个 你不用靠这个拍麻痹 为了你的工作 你在做什么 他说没有 我觉得很可爱 然后我们走出来的时候 然后他转跟我讲 说妈 你真的很没有礼貌 我说你再没水准了 你这么骗人 你喜欢那个头发吗 他说我不喜欢 我说那你刚刚在老板面前 怎么说很可爱 很可爱 什么话 然后隔天我老板跟我聊天 为了一个事情 我听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你知道我非常喜欢你 因为你很直接 我什么东西 可以放在你手上 我相信会被完成 但是你有的时候 要懂得怎么煞車 你懂得转移更换 讲话 你遇到是名里的老板 你遇到大老板 这是公司的主持人 对 可是这种人真的是少之又少 但我也想帮你那个同事说话 因为如果是我 我也会跟他同事 我也会 因为我觉得神每官 每个人不一样 对 也许他自己觉得他那样很OK OK 那我就要建立他的自信心 对 没错 因为他这样生活会很开心 或者是说他这样子做的话 对他来说是卖钱一大步了 所以我们要鼓励他 对 我觉得 我们台湾人会有这样的心态 我觉得会这样 所以我不是为了拍马屁 我只是觉得 美国人神每官赴一样 我要尊重他 我们今天 台湾人的心态 台湾人的心态 我解释一下 我们今天会再开拳组的 好 你看 人心大力了 又不知 这种问题 雨柔有遇过吗 类似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 我们的同侪就是同一个圈子的人 你该做什么事情 基本上就是这样 你不会像我们这样谈话 谈一谈你突然唱歌吧 太突然了吧 不合理 你也不过我们聊一聊 你在那边solo跳舞 也不可能 我们会叫警卫 对 然后我曾经就有录过影 就是我记得是一个 你的外景节目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去 夏天要出去玩水 那玩水女艺人是不是就是 一定是短裤啊 然后就是越小进的比基尼 当然是越好 那个制度上会越开心嘛 对 你不可能穿防水防寒衣下去 就没有下一次了 然后因为那天就是 大家都是穿比基尼 然后我们那时候 我记得是要夹气球 就要夹爆气球还是什么 就是那种很大动作 很粗暴的 我跟你讲 隐隐约约 那个我的余光 就看到我隔壁那个心 刚出道女艺人 她是一直把比基尼往外剥 她尽量把那个布 有没有 往她的点旁边这样 好危险的地方 真的 已经装空了喔 已经装空到不行了 已经凯达哥大道都出来了 对 已经整条路都开通了喔 开通了 这怎么空 她就开始夹气球 然后玩游戏 然后滚啊趴啊飞啊这样 裹不起来她自己 一声这样子 她就这样看自己 然后她已经露点了 可是她 我们通常是不是啊 搞会遮住 我们的反应是这样 她不是 她是这样 啊 她是这样 她是自己身体吗 是大肠跑出来 是大肠跑出来 她停了三五秒 不夸张 她停了三五秒 才悠悠的这样 不小心 她里面什么都没有做 然后就让她这样跑出来 但这一段当然不能播 但现场的工作人员跟 我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看到 或制作人或什么 大家都发现这件事情 然后大家当然就 就是会开始聊说 她刚刚怎样 可是这个人就被大家记得了 她可能就有下一次公布 那她说是在你那个节目 那你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吗 你有看到吗 一定要不要太少去做文一下 英俊哥 我等一下看一集 等一下看一集 等一下看一集 那边的节目很累啊 可是那一天比较不累 原来整个一看到 精神洞来了 好 下一集 对啊 其实说到心机重 其实不止台湾啊 怎么了 有没有跟哪个国家的人合作过 我发现他们的心机 其实也是 蛮厉害的 蛮厉害的 有没有 不好意思啊来 Go 我再一次 因为我是我们做代理 所以常要跟不同的国家的品牌 就是到台湾嘛 那有其次 你先讲我们再来猜哪个国家 对 有其次跟这个国家做生意的时候 她不老实 第一个她给你 卖给你东西的时候 她的价格 她价格OK 所以你可以接受嘛 那开始卖卖的东西的时候 你会发现突然 她的东西在摸摸个店 也有 也有 摸摸个店也有 然后呢 重点我们都是在抢价格嘛 so of course 她价格有的时候跟我们一样 有的时候可以比较低 所以我们会看不下去 那这个 你原本是独家代理的 对 她原本跟你说独家代理 有的时候是独家代理 但是是跟同个国家 独家代理我是做匹发 我是试试看这个品牌可不可以 那试试看的时候 是不是全部marketing的费用在我们身上 意思是说你的价格就是don't care 不尊重这个互相的一个相信嘛 是 现场七个新住民朋友他们的国家 你们猜是哪个国家 保养品应该 这个 是保养品吗 是保养品吗 对 保养品 身体 对 身体就保养品 韩国 韩国保养品 韩国保养品很厉害 但台湾保养品也蛮厉害的 可是韩国会做 经党保养品 我会觉得好像什么 是哪个国家 因为保养品韩国 韩国 韩国 这是信用问题 那么Hani你要解释一下 就要解释喔 我是没有公司来的 韩国代表 其实我觉得如果方便的话 其实是 这个行为是我觉得是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 都是不对 因为这个是可以 考虑的行为 这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不知道是哪一家 我等一下开个群組 我帮你家 帮你帮我帮你帮我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公司的行为 是完全不对 当然每个国家的人也爱钱 但韩国人是可能赚钱的时候 太贪心 对 所以常常做的有一些行为是 跳线 比如说一开始是 我是跟法医者的公司 比如说聊天来往 然后可能法医者的公司好信说 他的一些客户也都出来一起谈 那有些韩国人是 那就一定要透过他们 因为这个是他的限 有些人是 对 就是当下完之后 可能偶外给他们赛个名片 然后就是偷偷再跟他们 透过 对 就是不想透过 这样就是为了神这些 就是偷偷摸摸的行为 所以我觉得这些行为的 其实韩国不是全部的人 但蛮多人 生以来以上会有这种 但我觉得商人很多是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要改善的 但那个事情是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告他们 很夸张 对 真的 人品跟商与真的是一辈子的事情 真的不可以拿来玩 对 好的 那Jenny你呢 你觉得哪个国家 就是不好想出 你先讲事件好了 我们来猜猜 这个国家呢 旅游很棒 大家都很喜欢去 很热门的旅游国家 他刚好可以坐你旁边吧 如果你跟他们这一国的人 都是工作交手 我觉得是另外一件事情 因为他们的民族个性很拖 而且没有一个很实在的一个答案 例如这样好了 曾经有个客户 他看到我们公司的服务 感觉不错 所以他会主动发信号 跟我们联络嘛 那我们当然就是立马回 不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立马回介绍公司一大落 可是他们就会可能隔天 隔个两天 通常两三天 一大圈的Email很多 你以为内容很丰富 有没有 可是他们重点只有一句 对 他们就跟他们平常讲话的 讲他们当地的语言一样 讲很多 可是然后呢 就只有一个意思 对 重点只有一个意思 做一个决定大概一来一回 一来一回可能半年吧 然后来公司开会的话 会一大群人 然后我会觉得发生说 代班首领拿出来的人 就是画室的人 只要跟那个人讲话就好 其他的都是扫地 可是他们都是喜欢人多的 那个气势吧 感觉吧 好 我们猜一下 我們猜一下 我听到很多 就一定是日本人 因为日本真的超级托 他们决定事情都超慢 因为像我朋友就是日本人嘛 他们就是光决定要辞职 你那么奇怪就知道是日本人了 没有 我就是觉得是日本 一定是日本 因为他光是要决定的东西 都会辞职的 三四天才决定 对 对 日本就一定是 对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多 因为你们不是很追求 就是速度 效率 可是那个 精准度 工作的话 我们不想付资这个工作 可能那个 把这个工作的 付资给上司或别人 那你们每天在加班是在干嘛 加班是加专给上司 真的 好像要去哪个拒绝 我会先讲一下 所以我们的 我们基地 30年没有发展 30年 30年没有什么发展 然后 那个个人GDP 好像今年 台湾找过日本 对 对 没有 那没有要检讨的意思 可是 你怎么还笑的 其实我觉得 那个日本人 上班的时候 个性真的不好 比如说 我工作的时候 一个 有一个project 我跟一个前辈 跟一个上司 三个人一起工作 然后基本上这个 上司把那个工作的内容 告诉给我的前辈 然后前辈 给我要怎么做什么的 然后我每次都做完 那跟上司报告的时候 他说 都不对 然后我猜 第一开始猜的是 这个前辈应该是白痴 所以 传错资讯给你 对 看你都弄错了 你很不像日本人 他只有是白痴 所以以后 我跟上司姐姐确认 对 可是有可能这个前辈 故意做 想害你 对 然后那个另外一个故事 是那个另外一个project 的时候 那个是 好像七个人一起工作 然后那个是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家 开始上班 那我做好的主流 把放在那个 云端里面的 资料价里面 然后一个同事 好像三大嘛 然后开会的时候 那个同事跟上司说 我那个很 随便工作 然后 可是其实 我那个local file 里面有 那个做好的 那我马上 分享给大家 可是上司说 我很随便 对 所以他们会陷害啊 对对对 可是其实因为 我跟那个上司 那个关系其实不好 我每次都吵架 然后去接受 那里吧 什么的 所以可能 一个原因是 那个同事故意商调 或是 另外一个是 上司请 那个同事故意商调 我做的资料 对对对 哇 这个好可怕喔 好恐怖喔 有有有 好恐怖喔 辛苦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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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看起来这样笑咪咪的 都看不出来 你那里的日本人 你那人家说 去日本当观光客 是最好的 对 超级累的 所以有没有人 你觉得日本人真的 不好相处 有 我也非常的害怕 跟日本人合作 因为日本人 我觉得除了太龟毛 太压抑之外 我给他们工作当中 起的一个外号 就叫做气氛死亡组 气氛死亡组 对因为就是 我朋友之前在日起工作 就是里面就是有一些日本人 那有的时候晚上加班 会加班到很晚 那如果是日本的上司 在加班的话 你也不好意思说走 你就是 不能先走 对不能先走 那就你就好 要陪他加班 但殊不知那些日本上司 加班加到 比如说八点多钟 他们只是在讨论 他们晚上去哪里吃饭 然后我朋友在日起 待了差不多六年多 跟日本的这个上司 这群人还是非常的陌生 永远都是有距离 所以我觉得就是 跟日本当同事的话 可能就是 比较难以接近 就是很难跟他们 当真正的好朋友 对 真的 人气团很难攻他们 因为肉依 你以前是空姐 对 你们会不会有日本主员 也是这种 有耶 真的 因为日本主员都这样笑笑的 这样子这样子 然后之前就是 我们常常会有些航班 然后中间是飞行 可能例如说东京夏威夷这样子 对 然后像例如说我们要卖免税品的话 我们自己都要准备 那个local零钱 嗯 然后就有一个日本组员啊 就来说某某客人他要买一个什么 可是他拿欧元大超 嗯 然后就想说那我们可不可以找你这个美金 或者日元嘛 因为他是日本人 他一定可以用日元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是那个日本姐也就说 哦好吧 那我找别人卖好了 因为好几个卖免税品的嘛 结果他就找别人卖了 我们就想说应该没什么事吧 结果日元姐姐就偷偷的去跟座厂长 告密 然后就说 组员没有准备零钱 嗯 结果他根本就刷信用卡啊 欸 因为没有人去夏威夷 跟东京会带欧元嘛 所以后来他就请客人 就问他 真的耶 可以刷信用卡 所以根本没有欧元这件事情 也许他可能有带一张 但也许就是你可能只是在问一下 那可不可以请刷信用卡就好了 嗯 而且我发现就是日本组员很常就是 被要做小动作 因为他可能比我们资深嘛 说那你把这个拿去给谁这样 然后有时候因为客人 会跟你多讲几句话啊 你可能就等我一点时间 然后可能庄长来 就说那谁怎么不在这儿 他就说 他可能偷懒去了吧 然后我想说哇 为什么可以讲出这种话 就很惊人 可是他们都是笑笑的 在你面前都好好笑一长刀耶 笑一长刀耶 真的很可怕 模特技很可怕 女生多的地方都很可怕 我以为 我以为那个日本就是只有厂商客户 比较严谨一点 但我没有想到人也这么难搞 因为像以前在当那个模特的时候 就有 他们就发现了一个日本人 然后就想要合作这样 那那个日本人就也签来了嘛 就想说那我们先签个合作这样 那我不知道是文化的关系 还是他人的关系 你知道他就觉得说 我今天签约给你 我的所有一切都是你要处理 今天如果你社群要我经营 也可以啊 那靠我社群来找我的 你不准给我抽成 你只能抽你接进来的工作 其他你都不能跟我谈 然后所有我工作上的 你看得到的什么 比如说交通啊 吃啊 穿啊 用啊 全部的公司要买单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只有Doraemon会这样 所以他是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模特儿吗 没有 真的没有 就是一般 真的一般般 也没有到 因为这是很高阶 就是很厉害的材货 你可能是巨星在这边的台湾 对 对 然后比如说像刚刚接触客户 这件事情我也是 你知道心有七七烟 因为像日本的客户就是 他们会自己去找reference 对 他们会想要今天你是这个look 比如说我要 这个款式的白色上衣 这个款式的牛仔裤 是 那头发他就 他现场就说 因为日本人稍微 比较保守一点 是 雨柔的发色太浅了 对 我们想要他深色 可是厉害咯 噴彩的下一个造型 是马上要做施法 但你穿白衣服 完蛋了 你怎么弄 你怎么弄 你怎么弄都不对 然后你怎么跟他沟通都无效 他说我不管 反正最后出来的呈现 就是要这样 你衣服也不可以弄到有颜色 但你就是要施法 你就要这个颜色 那时候真的是 我到底该怎么办 对啦 这可以说是 很好配合 也很不好配合 因为他可以明确跟你说他要什么 但你不符合 我不可以 所以就是很两极 那也是这样吗 我觉得应该看行业吧 因为譬如 他的话是企业 多新产业 他的话就开那个 然后这个是产业 或是一般那个机造业 对啊 所以那个要求这些 那个在乎上西部分的话 一定要 那个日本人的想法 应该是好用 可是 像我一样 那个那个战略的咨询顾问 或是IT 之类的工作的话 应该不适合 因为这些工作的话 需要那个速度 那个top down的方式嘛 对 这样子的话 应该不适合 嗯 所以你会觉得有点困扰 有些行业是很好 有些行业 对不对 对 非常好 好 阿妮 你有觉得 对啊 不好相处 有一个现场 都有一个国家的人 不靠谱的人太多 超级多 那个国家 对 那个国家的不靠谱 因为是刚好是我要讲的是 因为我的工作的行业来说 因为通常是 比如说某一个明星的案子 去谈的话 这个国家的人都是 跟这个人好像 非常要好的感觉 啊 我认识的那个 我兄弟啊 或是有些什么都 我说一句话都搞得定 或者是一些P1的东西 或者是工作欠证的时候 他们说 欸 那个地方 这个大哥 或者是那个政府人员 都是打电话一通 自己人啊 对 自己人打电话 就打电话 出来喝就好了 我帮你音乐一下 这个过吗 还是那个也要处理 我帮你音乐一下嘛 然后他就说 如果那个很忙 反正一定会搞得定 你不用担心 通通没问题了 结果 通坑有问题 都是问题 所以我们后来就是 跟这个国家的人合作的时候 这个我们的这个行业是 一定要确认三次五次 去看来回很细节 才会觉得 好 就是再可以 不可能 我应该是中国大陆那边之类的 我听话讲故事 我觉得只有台湾人 可以骂美國不够靠谱 真的吗 不会吧 我听你你觉得是美国人 没有 我就是有时候 不是 就是有时候 因为他是韩国人才 我猜他这样的应该不是 所以是哪一个国家呢 哈尼 就是 对 对 你看 不是本 不要误会了 我听到这个故事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耳熟 因为这样的人太多太多了 因为哈尼教你一招 如果她说她包山包海 一通电话搞定的 那这个人绝对是骗子 就是涉事卫生 才会相信这样子的人 因为 因为越会吹牛逼的人 就是他就是越没有实力 如果他真的是有实力的话 他不会跟你吹的 反而会谦虚 就是你要来合作 那你就来合作 你不来合作的话 我也不差你这个人 就是越有实力的人 才会就是 就是会觉得 无所谓啊 我跟你合作 我跟很多人都可以合作 他不需要吹牛逼 然后另外 我觉得我们的那个 办公室文化 有一点很可怕的是 我自己都会觉得很害怕的 就是 跟后宫剧一样的凶险 你们的后宫很可怕 那办公室斗争也很可怕 我这样来挑一个 两个职场小白 看上去小白的人 我来问一个话好了 比如拓野跟天妮 假设你是台大毕业的 假 举例 举例你们两个 都是职场新鲜人 拓野 你好 那个你是跟天妮今天 一起来 是在台大毕业 就是学校招聘 就是被我们公司悬上的吗 可以啊 是喔 你是喔 你会说是 好 如果说 这个很简单 对不对 这个他会说是 这有怎么样吗 他如果说是的话 OK 我就知道 你是没有任何关系进来的 你是职场新鲜人 就是你没有任何背景 靠山 你就是进来的一个小白 你等于是在调查他 对 他没有任何的伤害值 所以 他没有靠哪一边的 对 他还在游离 对 所以将来 他是可以被欺负的 对 对 那如果他说不是 首先他就跟他就是不一样 就是他不是学校毕业的 那我可能就会观察说 那你一个新鲜人 你不是从学校毕业来的 那你就说 我爸爸认识老板 所以他让我来这边上班 你们就会不敢惹这个人 如果说你这样说的话 表面上不敢惹 那可能背地里 还是会给你穿下 对 他会把你屏蔽 所以我不管怎么讲 都会被弄 他就说 我爸爸叫我今天来上班 那没事 大了吧 那大麻烦咯 那可能我们旁边 会开群組说 他爸是那个谁 以后有些重要的事情 不要跟他讲 秘密不要跟他讲 水好深喔 对 会被孤立 然后跟表面 会跟你装得很好 怎么样 但是背地里任何重要的 讯息资讯都不会告诉你 对 所以如果是一个职场新鲜人 进到一家公司的时候 比如说老前辈 在问你一些话的时候 你一定要小心 三次之后再说 那大概要怎么回答 对 那请问如果今天有前辈 比如说我是前辈 我问你说 你跟天宁一样 是台大毕业的吗 我今天新来的 我今天是第一天来上班 那你是怎么 以前进来的呢 你是 就是我之前就是收到 邮件 然后那个 你们人士给我发邮件 就不要说他 赶快开话题 对 不要说是 或者是不是 然后去了之后再去看 你这个人是 在办公室里面 是不是特别大管 如果是真的有用的人 真的有用 要一直... 就姐姐 真的喔 那个 就帮你拿喔 這樣子就是要一直... 妮可姐 是不是 我跟你说 到这种新的场合 真的要会看人 你越会看人 就代表你在这个行业 你越順利 真的 因为不然你真的 像我很容易被针对 所以我每次到新... 到新场合 我都很注意看谁是做什么 然后观察好 然后去跟这些人应对 对啊 那你觉得我们在场谁 最难相处 唉呦 你还是... 你还是... 你第一次来 咱们听到化妆机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 哪个人看起来就是 陷阱体 没那么好相处 对... 其实没有 因为我来的时候其实... 他不会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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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看到我 他就马上跟我打账户 所以我很快就融我大家 那我跟你说 所以他就是... 所以他就是... 妳可以一直夺角耶 不要一直夺角耶 真的 所以但我觉得这种应答很棒 大家都应该要学 真的 好可怕 不要让别人问你问题 我现在要讲一个 就是我之前不是 有在马来西亚当过舞者 然后我先讲一个 就是在现场就是 没有的国家 然后那时候 因为我们就是 在马来西亚当舞者 那时候不是说 我们就是把我们台湾人 就是捧得很像 一个团体 对 然后我们还会照 那种什么宣传照 然后去跳舞的时候 都会有跟保镖 然后有一天呢 我就跳一跳 然后我想说 怎么... 就突然有一个人就是要 就摸我 但还好是那时候就是 保镖就有点挡掉了 对 然后但是他就... 那个客人就说 为什么泰国的都可以摸 你们为什么 为什么台湾人不给摸 这样子 然后后来我们才知道 泰国人就是 会拿他们的手 客人的手 就这样子摸他们的身体 所以最后就给摸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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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那时候旁边 都有保镖 没有 他们就... 他们就把... 没有 泰国人是给他们摸的 他们想要赢你 对 他们想要赢我 对 他们就出这种奥波 对 但是在这个夜店里面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那时候就是 一群人就是台湾人过去 其实他们前一个 也有请一个国家的人去跳舞 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想说 前一天 前几天先在那个夜店 先看一下他们 就是观摩一下 就是他们怎么样跳 好漂亮喔 那我们还鼓掌 那种好漂亮喔 那些女生就这样 走过去这样看 就是... 这一种这一种 就是... 这一种就是... 完全... 就是很不屑 超不屑 所以他们完全就是... 完全没有打招呼的那一种 那我们就说 他们干嘛这样子 然后我们想说 他们应该是工作累了 就是不想要跟我们讲话 那就算了 然后到有一天呢 有一个港星就是那种 就是李燦森 就是他来到我们的夜店嘛 对 然后我们就去想说 要去包厢玩 然后那些女生 就那些舞蹈員 已经在里面了 然后我们想说 他来耶 我想要过去就是跟他聊聊天 就是... 就是聊聊天子 对... 然后刚好看到他旁边有个座位 然后我正要坐下去的时候 就是... 那一群女生呢 就开始把我就是... 擠开 然后我们来坐这里喔 然后我就这样... 咚...咚...咚... 到门外去了 对... 我就直接到了门外去 我刚刚不是在中间吗 对... 然后他们就觉得 为什么你台湾人可以来我们的场地 因为他们先到的 对... 他们就很想把台湾的女生 就是把他赶出去 不能坐在那个... 就是... 主位的地方 对... 大家可以猜一下 我们猜一下是哪一个国家的舞者 会这样子对待他们的 对... 因为我们是美国嘛 我们不是家人的 对啦 香港吗 我也觉得是香港 那个嘴脸有点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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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这样看你 就是吗 就是... 大家好 对... 他们好不炫我们喔 就他们有一种 就很高的自尊心 真的 因为我觉得香港女生都会有一种 傲气 对... 而且刚刚那个照片 看起来是有点连带感 就是刚刚的角度 我觉得可能就是娱乐或是什么的 那个时候的香港 好像是比较有优越感一点 所以那些人看起来也比较拽一点 而且你刚刚那个嘴脸 就是... 很像吗 就是他就这样看 便宜看 然后也不想跟你打算 然后就这样走 真的 我说你干嘛 还没挤到门口去 对还帮我挤到门口 我都快到一楼去了 好啦 不好意思啦 不好意思啦 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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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真的是学到好多 对 我觉得我们是用一种 教学的方式 如果你可能会遇到这样 你怎么要解决 没错没错 今天又要多了好多群组了 谢谢大家朋友 谢谢 谢谢 小伙优秀节目 欢迎下次见 拜拜 拜拜